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2月3日我在分享大會上 跟大家分享了我施政理念的框架 今天非常高興跟大家再次分享 我在與大家同行編寫政綱的第二步 我必須強調今天的分享並不是我整個競選政綱的全部 因為我曾經承諾在今次參選行政長官 在製作政綱的方面是要和大家同行 聽大家的意見 但好像剛才短片訪問者的心聲 也是我過去三四個星期的競選工程 聽到的心聲 我希望在今天就著我三個施政的重點 換句話說是教育、發展經濟和房屋 用我提出的三個身風 就是管治的新風格、政府的新角色 和理財的新哲學 舉出一兩項我都認為是頗重要的措施 希望起到一個雜思廣益和拋磚引玉的效果 所以今天的介紹我們的標題是 教育、新資源、稅務、新方向和置業、新希望 首先我講講我對於香港的願景 我是希望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感覺幸福 所以今年的我何新年的說話 是笑口常開 希望香港人開心 也是有希望 有信心香港是一個有發展、有公義 中法治、安全、附足、人愛 以及管治得宜的國際大都會 但要實現這個願景 其實不是很容易 要大家共同努力 我們需要團結 大家願意一起去尋求共識 提供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 讓各行各業能夠繼續發揮所長 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我競選行政長官就是要盡我最大的努力 化解現今社會的矛盾、撕裂 以及以一個務實包容的態度 和社會各界共同去創造這個新環境、新氣象 實現我和大家的新願景 像我剛才說的 我這次參選的政綱 是用一步、一腳印 和大家一起同行的 我承諾過會是兼聽 透過我們競選口號的關懷、聆聽、行動、廣立民意 和大家一起編寫這個政綱 我會用管治的新風格、政府的新角色 和理財的新哲學 先在三個重點政策範疇 即剛才說的教育、經濟發展和房屋 在今天提出一、兩個巨成校 能夠回應市民訴求的具體措施 我在這裡承邀市民 深化我今天提出的措施 而且是以新思維去提出 其他大家關心的政策建議 因為一個全面的行政長官的政綱 沒有理由只是針對在教育、房屋和經濟發展 我會在三月上半旬公佈一個全面的政綱 希望能夠每一位市民、每一個界別、每一個行業 都會在我的政綱裡面看到我有吸納他們的意見 首先是教育 我的教育願景是一個非常野心大的願景 所以是需要共同努力 教育是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重要的元素 也是為香港體造美好的未來的關鍵 我視教育開支是投資未來 我的目標是要培育我們的年青人 有擔當、有國家的觀念、有香港的情懷、有素質的新一代 但我承認香港近年的教育政策 無論在理念和執行上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承諾如果我能夠當選 我會全面檢視香港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 務求為我們的學生、老師、校長和家長 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和賦滿足感的教育環境 但在過去幾個星期 我聽到有很多教育界的心聲 這些心聲都告訴我 我們的教育資源是需要重新審視 我在這裡必須強調 教育是用心的事業 錢不能解決教育的問題 但當然有一句俗語說 無錢不幸 所以我們必須今天要處理一個教育資源的問題 政府教育的開支 特區政府的開支 是遠低於其他高收入經濟體 由回歸的時候 只是佔我們本地生產組織 即是GDP的3.42% 曾經有一段時間都是攀升的 但是近年又開始下降 去到2015、2016 比回歸的時候還要低 是3.3% 其中有兩年大家會覺得很高了上去 其實是由於有一些一次性的開支 但是教育是投資 投資應該是有穩定性、可持續性的 這些一次性的開支不是不好 注入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科研的費用 但它本身不應該是標誌著 特區政府對於教育的投資 所以撇除了這兩年的大幅的注資 其實那條紅線 就是大家應該要看的那條線 就是我們在政府教育的開支 真的只是停留在3%到3.5% 這個相對其他高收入經濟體 比較低的水平 再看回自己的教育開支 在整個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 是回歸以來的新低 大家都會記得在財政預算案 一定是有一個分析 有一個圓圈在這裡 就說這個餅是怎樣切 我記得在回歸的時候 我們說每4元政府的經常性開支 有一元就是放在教育 事實上大家看這個數字是這樣的 是25.3% 但是一直下來 現在真的創了一個回歸以來的新低 所以2016、2017就是本財政年度 政府的經常性的教育開支 佔整體的政府開支是21.5% 所以我在今天就建議 若我當選為下任的行政長官 立刻是每一年增加50億元的經常性的教育開支 來解決即時的問題 我重視教育提出要全面檢視現在的教育制度 但是有些涉及資源的問題 是迫在未接 是刻不容緩的 所以我承諾我是需要立刻 真是立刻的 每年增加50億元的經常開支 我強調是經常性的開支 因為我的政綱要為教育界 或者教育學 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 而一切性的開支是不穩定的 這些50億元的教育經常性開支 希望能夠做到穩定教師的教值 減低學生的壓力 可以用這50億元經常性開支的措施 包括以下幾樣 都是我聽回來的 第一就是訂立幼師的新級表 大家知道我們很快 香港就會推行免費的優質幼稚園教育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懸而未決 就是幼師的新級表 另一個是改善中小學的教師編制 第三是將一些短期合約的教席 轉為常額的教席 第四是增加對於融合教育 和特殊教育的支援 第五是改善學校的硬件 和軟件的建設 另一個就是資助我們高中畢業生 升讀一些自知院校的大學學位課程 大家會問 這份5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 等於多少呢 又可以把剛才的表 是有什麼變化呢 201617的財政年度 經常性的教育開支 是747億元 它仍然是各個範疇之冠 儘管比例是持續下降 增加了5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 就等於馬上將教育的經常性開支 年度增加6.7% 這個比例是相當可觀的 你都可以將這個年度 就是201617的財政年度的 教育經常性開支 佔整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比例 就由21.5% 就是那個回歸以來 伸低的21.5% 就是調升到22.6% 22.6% 就等於回到本屆政府 大概是2012、2013年的水平 至於怎樣去具體運用 這一筆額外的資源 我在這裡誠意邀請 教育界的持份者 包括教師、學生、校長、家長 辦學團體和社會各界提供意見 而且提出的建議 是不需要限制於這50億元的 這50億元只是率先放入教育的制度 如果是有需要 我又當選下任行政長官 在財政的資源許可之下 是應該要繼續投放在教育的 有了這些意見之後 我們就可以共同來編排緩急的先後 一起解決教育界面對的問題 讓我們可以邁向優質教育的路上同行 一個原因為何我這麼急於投放資源 就是在這三四個星期 我真的聽到很多教師的聲音 在2月3日 我只是講了短短40個字關於教育 我就收到有幾位老師校長 給我的耐信和電郵 其中有一位是這樣說的 老師心不安心不定 學生又怎能夠愉快學習呢 另一個說 當聽到林太提出 希望營造穩定的環境 給教育界的不同持份者 我不禁流淚 我真的很擔憂 我很想追夢 卻很怕 遙不可及 這些是我們 充滿教學而成的教師的聲音 這個聲音 是促使我必須要馬上 建議投入教育的資源 第二個重點範疇是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如何利用一個稅務的新方向 來發展香港的經濟 我會以理財的新哲學來發展經濟 善用香港累積了的盈餘 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同時善用盈餘 回應市民的訴求 改善民生 讓市民能夠分享我們經濟增長的成果 我相信簡單稅制的好處 所以並無意改變香港的簡單稅制 在維持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的前提之下 我會提出稅務的新方向 若我當選 我會即時實施稅務減免措施 有餘下我提出兩個具體的建議 但是正如我所說 市民給我的意見 不需要局限在這個建議 我歡迎有更加多可以做一個稅務寬減的措施 但是這些措施我希望能夠有助於香港發展它的經濟 第一個措施是實施兩級制的利得稅 英文叫二-tiered profits tax 我早前都從傳媒說過 這個建議其實多年來 都是香港商界的共同訴求 我今次在競選工程裏面 都去過不同的商會會面 也是不約而同提出希望香港有一個兩級制的利得稅 從而可以減輕中小企的稅務負擔 我建議的減稅措施是如下的 企業頭兩百萬的利潤 稅率是由現在利得稅的百分之十六點五 即時減到百分之十 這個減稅措施呢 預計是可以讓數以萬計的企業減稅百分之四十 當然是說中小企的企業 它的盈利每一年都未必達到二百萬 所以它的減稅的幅度 就是可以令到減少四成的稅款 在搜二百萬以後的利潤 就仍然是沿用百分之十六點五 換句話說 十六點五的稅率不需要增加 但是可以減稅 從而舒緩中小企的稅務負擔 中小企的稅務負擔得以寬減 它也可以繼續投資在它的生意 或者改善員工的僱傭條件 第二個減稅的措施呢 是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 英文叫Super deduction 換句話說 當企業花了一筆錢做某一個用途的時候 它可以獲得的扣稅 讓它花了一筆錢的金額要高一些 從而提供一個稅務的誘因 我聽了很多商界的意見 這個似乎大家都沒有意義的 就是為了鼓勵香港的研發 即研究和開發R&D 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的發展 如果我們的企業在這一方面 即是R&D方面的支出 它將會獲得比相關金額更加高的稅務的扣減 我這裡建議給一個例子 就是例如它花100萬在R&D 在利得稅的評估方面的扣稅額 可以高達200萬 即是雙倍 當然我知道商界其實有些是三倍 這個金額的寬免 這種額外的稅務扣減 其實都適用於其他的經濟範疇 只要大家都認同這個經濟的產業 是值得香港來推動 政府就應該以一個理財的新哲學 稅務的新方向去做這個所謂促成者的角色 所以我自己想到的就是環保的設施 因為隨著氣候變化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環保的工作做得更加好 也都適合我們另一個產業 即是創意產業 無論是文化藝術或設計方面的投資開支 都應該可以享有這個額外的稅務扣減 但是同樣地我和大家同行 希望各界各韓各業的朋友多提一些意見 希望值一個稅務的措施能夠鞏固 以及提升我們的優勢產業 及一些大力需要推動的新興產業 為什麼R&D大家都沒有異議呢? 事實上因為我們投資在R&D的比例是非常之低 當一個地方要發展成一個科技或創新的中心 沒有R&D的配合將難以成事 這個圖表告訴我們 其實香港投資在研發的開支 是落後於國際的其他經濟體 我們的總研發的開支 只是佔我們的GDP 百分之零點七四 相對於南韓超過百分之四 日本都是接近百分之三點 以至我們自己國家都要去到百分之二 而在我們比倫的深圳 已經是超越了百分之四 那麼低水平的研發開始 所以難以實現我們在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夢想 所以這一方面 除了政府會大力投資之外 也都要鼓勵企業 投資在研發方面的工作 第三個政策範疇是房屋 我的房屋願景當然希望 每個人都能夠安居樂業 但今天選擇說是置業的新希望 這個不等於我不關心香港市民現在有不少 都是居住環境惡劣 例如劏房 非法改建的工廠作住宅 還有28萬個家庭在輪候公屋 近年樓價飄升 更加令到很多年輕的中產家庭的置業夢 是變得遙遙無期 為了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 和滿足置業的訴求 我會開拓更加多的土地 我的房屋政策將以置業為主導 因為我深信讓市民安居 他才落以香港為家 近年私樓的樓價和家庭的收入 是嚴重脫節 可以說追都追不回 置業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已經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 所以這個圖表大家看到 其實短短在六年之間 私人樓價的指數已經升了一倍 但是我們家庭收入中位數 都只是升了43.9% 所以對於想置業的市民 他真是追極都追不到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這些例子 苦實即時 我們身邊很多年輕的朋友 都會這樣跟我們說 一對年輕夫婦 究竟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夠儲舊置業的首期呢 我們假設這對年輕夫婦的情況 其實都相對好 他們兩個人都做事 月入是六萬元 六萬元已經遠遠高過 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 二萬五千三百元 他們每個月都是很肯省錢的 所以能夠儲到這個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他們想買的房間 也有一個很基本的手指盤 大概是四百五十呎 在新市鎮的單位 今天來說大概是六百萬的樓價 但如果他要支付的置業費用 是現在他給首期的百分之四十 因為他的按揭乘數就是百分之六十 再加上三個百分之三的印花稅 和一個百分之一的佣金 在情況一之下 全部是靠自己儲錢 要儲百分之四十四個百分之四 那就是說要儲到二百六十四萬 他才有能力上樓 如果這對夫婦好些 父母可以幫他 或者是有一些議案 無論是由發展商 或者由我們的案結公司提供的議案 他可以自己只是儲到二十個百分之四 就可以上車 那就是一百四十四萬 那究竟要儲多久呢 在情況一之下是十二點二年 在情況二之下是六點七年 但在這段時間樓價不是站定了等利 樓價是會不斷地上升 所以就出現了我剛才說 是很難追得到 但是要可以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必須要開拓土地 社會是需要有這個共識 去努力去找這個共識 如何能夠增加開拓香港的房屋用地 如果我當選 我會邀請社會各界 以一個全面宏觀的態度 去檢視土地的來源 這些土地的來源 全將包括在維港以外填海 舊區的重建 新界的棕地 郊野公園的邊垂 私人發展商的土地儲備等等 我會重新建立一個置業的階梯 為不同收入的家庭 提供置業安居的機會 具體的措施包括增加陸置居的供應 給那些經濟條件 有所改善的公屋租戶 可以購買居屋 就騰空了他們的公屋單位 給輪候緊的人士 另一個就是在居屋之上 構建中產家庭 可以負擔的 港人首置上車盤 重現這個置業的希望 這個就是我希望見到的 置業階梯 每個人都能夠可以在香港置業 所以我剛才說了 要社會的討論必須要雜思講益 我也不希望這場這麼大型的社會討論 是由政府一個官員來主導 所以我會邀請專業人士 包括規劃工程建築環保 以及地區人士組成這個專責小組 去尋求各種可行的方案 並羅列各個方案的優點及問題 讓社會就開拓土地能夠全面討論 作出抉擇 我希望在未來兩三個星期 收到大家就上述三個方面的具體建議 以及其他政策範疇的建議 協助我編寫全面的政綱 我聽到香港下一代的聲音 承諾和大家解決青年人在學業 事業和置業上的困難 各位市民 我生於師長於師 以香港為家 我也非常幸運 受惠於香港的騰飛 我對於香港有承擔 我期盼和大家同行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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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於行政長官他們是需要信任 他需要知道他的品格 需要知道他的代人處事 需要跟他合作過的人士裏面 得知他是一個什麼人 這本小冊子就是這個作用 裏面有我以前的上司 余黎清平女士 有楊詠強醫生 亦都有一些我服務過的團體 例如是雙層的運動員的團體 和露宿者的團體 希望大家看了這本小冊子 會對我多了一些認識 謝謝Carrie 現在大家可以問問題 首先希望你們問問題的時間 之前就介紹一下你自己 還有說你代表哪個機構 另外盡量每一次只要問一條問題 因為很多朋友都有問題想問 因為剛才Carrie也說了很多資料 這邊 林太你好 香港01記者 何元宜 剛才提到教育開支方面 其實現屆政府一直 佔經常性開支是減少了的 其實曾俊華昨天有說到 他強調教育開支方面是落重半 還有他說把香港用3.4% 和其他發達經濟體比較 其實這個單一標準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說香港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 其實GDP的增長其實不是很大的 其實你剛才這樣說 你覺得曾俊華在運用公共資源 投放在教育的開支方面 是反映到他的理財太保守 沒有好好地用公共資源 還有你怎麼看他剛才的解釋呢 我想最佳引證究竟我們在教育投資是否足夠 就是請大家聽教師的心聲 聽校長的心聲 聽家長的心聲 所以我在短短這幾個星期聽了 教師、校長、老師的心聲 告訴我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需要進一步的投資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投資教育不是可以解決所有教育問題 因為教育是一個用心的事業 還有很多課程的問題 評核的問題是需要處理的 但是如果我不能讓教育界 或者不讓社會知道 教育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投資的政策範疇 恐怕市民未必有這個信心 至於每一個經濟體 要用多少在教育開支呢 就看看這個經濟體有多重視培育人才 香港是一個知識型的社會 我們非常重視人才 我們百分之九十多以上是專業服務 是一個服務的行業 所以培訓人才對我們的發展的經濟 無論是傳統優勢的產業 或者是一些新興產業都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提出教育的新資源 應該是得到社會的認同 Patrick 林太,你好 TVB張家豪 其實想問一下 明天提名期已經開始了 今天你在初步的政綱 說了房屋 經稅務和教育 但是你說要完整的政綱 要到三月上旬才有 但是到時候提名期已經完結了 你覺得其實這樣在政綱 沒有一個完全的時候 轉位怎樣可以投你一票 即是提名給你呢 另外就是稅務那裡 其實你說到投二百萬 都可以減稅 是不是大財團、中財團、小財團 都可以享受這個稅務優惠 是不是這麼公平 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剛才回答了 我在介紹我這本 個人故事的小冊子 已經介紹了 已經說了 當然第一就是 因為我今次選擇了編寫政綱 是多聆聽、多關心 與社會同行 所以時間是要用的 我要慢慢走 我已經走了兩步 要再多兩、三個禮拜走第三步 所以有一些朋友 聽到我說的理財的新哲學 或者是政府的新角色 他們已經覺得 是能夠可以支持我 我當然是非常之高興 所以我今天也是出版了 這本小冊子 希望更加多的選民和選委 能夠認識我這個個人 因為一份政綱是重要 但是一個管治不是一份政綱 是一個心 是一個誠信 是一個待人處事的態度 所以我希望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有關稅務 你的觀察和了解是正確的 因為我都說過了 我是很重視簡單稅制 雖然政策的目標、減稅的目標 是舒緩中小企業的負擔 如果只是中小微型企業能夠受惠 才要處理定義的問題 有人說可以用聘用的人手 有人說可以用所謂的 那個生意的額 但這個也可能有點複雜性 所以如果任何企業 首200萬都享有一個低的稅率 中小企就會一定受惠 對於很大的企業 200萬的盈利 省6.5% 只是13萬 所以不可能 不應該為了不讓大企業 去享用這個 而設計一個非常複雜的稅制 這個也是 特區政府原用已久的 譬如在猜響的回季 入息稅的回季 都是不會分了哪個人 哪間屋可以 但是會設定一個上限 讓大企業所能夠受惠 其實也有一個限額在這裏 後面 Kate 林太 林太 你好 有線電視 鄭詠盈 想請問一下 剛才也說到 你就著力講教育 房屋 一些民生議題 是否可能任期來 都對於譬如政制發展 或者民主的一些議題 就可能沒有那麼著墨 即是現在這個初步政綱 是提到沒有提到的 另外也想問一下 剛才說那個港人首次上車盤 其實是否類似甲屋那些 提到是一個置業的新希望 會不會說有其他 例如是重推首次置業貸款 或者其他構思是想到的呢 第一個問題 今天不是一個初步的政綱 這個是製作政綱的一步一步走下去 所以今天大家沒有聽到 不是等於在政綱不會出現 事實上除了教育 經濟發展 和房屋還有大量的問題要處理 譬如我昨天晚上 就有兩個小時很好 和衛生服務界的同工見面 有很多在衛生、基層醫療 以至到藥劑師的出路問題 是需要處理 我承諾了所有我見過的面 提過的問題 將來都會將在我政綱裡面出現 包括政制、民主、法治、人權 我都會在政綱那裡交代 不過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夠集中 去討論三個大家都沒有異議 是現在很重要要處理的問題 至於在房屋方面 某程度上你是對的 以前我們推過甲屋 就是說在居屋的入息和資產以上 再提供一個置業的機會 我今天想到這個港人首次上車盤 不是一定的名字 我希望雜思講益 如果大家想到一個更好的名字 請大家提議 但是在供應未足之前 如果純粹是給首次的貸款 是會推高了那個樓價 所以現在無論做陸自居 居屋 這個新的屋 或者是公屋 都需要解決房屋土地的問題 所以我跟著剛才介紹 就是社會必須要一起討論 究竟這些房屋土地來自哪裡 我提出的是全面和宏觀 換句話說 不能夠今天去探討填海 不喜歡填海的人就說不喜歡 明天到政府說去做市區重建 有些朋友說不喜歡市區重建 又說不喜歡 後天去碰一下交易公園 又說不要碰交易公園 結果呢 我們就站在那裡 就停滯不前 所以我提出是全面 每一個提供土地來源的方法 都有它的優處 有它的劣處 但是需要社會共同討論 我最不想看到 就是大家不斷爭拗 我們居住環境差的劏房會 繼續就會處於那個境況 我們年輕專業的夫婦 沒有辦法可以在香港置業 我們這邊的傳媒朋友 來吧 Carrie 我是I Money的鄭靜山 我想問一下房屋方面 其實會不會有數字上的一些目標呢 例如會不會比現在增加房屋量多少 或者是多少成人口會住在這個公營房屋裡面 還有可不可以說多一點港人上車 手字上車盤 多一點資料 就是你希望可以做到怎樣的呢 謝謝 第一就是要量化這些指標 目前來說是不容易的 因為對於房屋用地的增加 是有困難 但是到下一階段 如果社會有了共識 能夠為香港開拓更加的土地 甚至為香港建立一個土地儲備 就是說不需要只看十年建屋策略裡面的 46萬的單位 我們應該開拓更加的土地 當我們有更大的需求的時候 都可以加建房屋 我希望到時候我能夠將這個具體化下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比較務實的官員 我這些東西要比較穩陣 有客觀的數據 有些把握 我才希望跟大家說的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港人手指上車盤 其實在那七個字就說了是什麼 第一就是港人 港人港地的問題就是 你不限制售價 其實港人港地能夠真的幫到 我剛才說的年輕專業 他的收入超過了居屋的人士 是幫不了的 所以一定是賣給港人 就是說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二是首次 即是他在香港沒買過樓 一定是首次置業 第三就是上車盤 即是他不是一個豪華盤 是一個上車盤 希望為年輕的夫婦 盡快提供到一個 他價格上可以負擔的上車盤 隨著這對年輕夫婦的事業有成 儲得更加多的錢 他就可以在那個置業階梯那裡 去買私人房屋 所以我現在想 這一種的房屋的單位 面積不會很大 所以你看我的例子 我都是用450呎 我不是說 第二天這隻上車盤 一定是實用面積450呎 但肯定不是一個很大 設計得很豪華的單位 Phoenix先跟著前面的位置 請大家最好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開始忘記了 一個問題 林太你好 Standard記者遠亭峰 首先想問一下 剛才你也說 政改其他問題 你都會加到政綱 但市民都比較關注 例如政改131 或者23條那些問題 但其中三位參選人 都說了不少關於這方面 但林太比較少說 其實是否意味著會放棄了 爭取可能民主派選委的支持 這個第一 還是一條問題 一條問題 好 謝謝 我真的這三四個禮拜 我都接觸很多人 我聽到很多聲音 是我今天有提議題的內容 當然有其他方面 我完全明白 政制發展 民主很重要 這個在下一階段 我會交代 事實上我講過的立場 不過今天來講 我希望社會能夠聚焦 我提出了的三大範疇 一些新的方向 事實上在今次的選舉裡面 我引入了很多新的做法 所以如果跟其他參選人很不同 令到大家不太習慣 就對不起 這位 前面這位 接著就是旁邊那位 林太你好 852有報謝重恩 剛才你講到津貼高中學生 去讀自資學位的部分 想請教一下 這個自資的項目 跟現在的貸款項目 有甚麼分別呢 另外對於高中生來講 他們的目標 都是讀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現在是否好像叫他們 退而求其次去選擇自資的學位 還有另一方面 對不起 你的衣服 我真的記不住 因為我又沒有紙又沒有筆 這個提出 我聽到 其實這個意見我聽到 我也都願意投放資源 就是我們的中學畢業生 即是DSE的畢業生 能夠考到入大學的要求 即是三三二二 即四科是三三二二 是多過現在政府能夠提供的 八大院校的資助的學位 但事實上這些 入不到八大資助學位的總大學生 或者DSE的畢業生 他今天是在讀大學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自資的院校裡的 大學學位課程 我也不想你認為 所有的大學學位課程 那八家院校最好 其他一些是次等 並不是這樣 因為有些自資院校 他找到一個課程 他其實做得很好 譬如有些商科做得很好 有些護理做得很好 而事實上 這些院校已經存在了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 所以我在這個建議裡 是願意投放資源 給這些已經入了大學 或者如果有多少少政府的資助 他是願意 或者希望能夠繼續讀大學的同學 有這個資助 所以他不是一個貸款的計劃 他是一個資助的計劃 你好 林太 是NowTV記者莫子瑩 想追問一下 其實現在很多選舉都是根據 參選員的政改 和23條立法的立場 和他們的時間表來提名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 到目前為止 你的立場和時間表是怎樣 另外你說到教育理念 和執行上在今屆政府出現了問題 其實你是不是要考慮 有需要換了教育局長呢? 麻煩你 第二個問題我講了很多次了 在特區政府的政治問責制度 一屆就是一屆 並沒有存在說 必須要在現屆的政府 過度去下屆的政府 所以每一位當選之後的 候任行政長官 都要組成他自己的班子 至於第一個問題 我到目前為止 已經接觸了在38個界別分數裡面 超過30個 有些界別未必全部的選委有出席 但都接受了30個 恐怕我得到的看法 和你剛才問問題的出發點有些不同 大部分都是關心業界 關心香港的經濟 關心房屋 關心我們的青年人 所以這一場選舉 我不是感覺到 好像你形容 一定是一個議題 兩個政治議題為主導 我們最後三個問題 因為林太也有下一個功能 要去 Alvin這邊 林太你好 我是眾新聞的Alvin 兩個簡單的問題 你提及要減利得稅 但其實在這麼大的動作 這麼多的投資 你在稅制方面 即是增加財政收入方面 有什麼措施呢 第二就是 在公總剛才的會面那裡 你是不是爆響口說了 政府今年會有800億的財政盈餘呢 謝謝 這個我都是看報紙的 好像是你們的經濟評論員 就是估計 說今年的財政盈餘 都會創新高 或者是很高 事實上這個是有跡可尋的 大家只要看看我們賣地的收入 引花稅的收入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 數字了 這個不是我洩漏了國家機密 或者特區政府的機密 第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圖表 因為我又在投資教育 又在寬減稅項 大家可能都關心那個 Affordability 究竟政府的財政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上次有財政赤字 是2003、2004年 就是沙士那年 自此之後 是每年都有財政的盈餘 而且盈餘的數字 一點都不少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有更大的空間 可以投資未來 包括增加開支 和寬減稅項 我們今天的財政的盈餘 或者累積了的財政的盈餘 在2016年財政年度底 即去年的3月31日 是8,429億 但是請大家留意 這個是從庫務署 剛剛一兩個月前公佈 經審計了財政的預算 2015、2016年到底 如果計算是按財政司司長 分別在2014年、2015年的指示 在那兩年 存放在外匯基金裡 的預留財政的盈餘 是沒有分過利息給特區政府 所以當時是有說的 財政司司長是說 用來做一個房屋儲備 但事實上 它都是我們的財政盈餘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以一個公開透明度高的 公共財政管理的角度 我們今天 去到2016年3月31日的 整體的財政盈餘 是高達9,170億元 這個是特區政府的財力 9,170億元 是等於兩年內 什麼錢都收不到的兩年開支 我有沒有財力 做我剛才說的兩個措施 大家心中有數 在這裏 在這裏 後面 中心 也有遊客 也有很多其他界外的效益 所以我覺得理財的新哲學 就是不只是每一件事 看它花了多少錢 它收了多少錢 而是它為香港 帶來多少整體的利益 這めて Jimы Liu 在此 這是劉皮 財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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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the floor. Thanks. Well financial planning is the prerogative of every financial secretary not the current one, not the previous one but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or as far as I understand, in my 36 years of service financial planning is the prerogative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because there are what we call expenditure guidelines there are forecasts growth and hence you will derive the amount of new money that we could put in a particular policy area. Of course, as the Chief Secretary, there will be a role for the Chief Secretary to suggest the prioritization of policy areas to spend.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e Chief Secretary will do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n behalf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m not here to blame anyone, but I'm here to present to you the facts. The facts are, number one, this is a very rich government, cash rich. It could afford to spend more for the people because the money comes from the people. So it's time to spend and invest in the right place to grow Hong Kong's economy and to nurture our younger generation. Secondly, the fact is since the reunification, the percentage of expenditure on a recurrent basis spent on education has dropped.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we are cutting back education expenditure. It's just that it has not grown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growth. The reason why I pitched a figure of 5 billion recurrent expenditure is that will restore the share of education back to its 2012 and 2013 level. Because in the last four years, the total recurrent expenditure has grown by 32.5%. But the share of education growth is 23.6%. So it's 8.9% lagging behind the overall share. If education is so very important for this community, we should at least give education its fair share. Of course, you could say that it's because this government wants to do a lot on welfare. And that's true. And that's why welfare has grown by 55%. But you should not overlook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education. and I have heard so much voices and noises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about the inadequacy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his is a time to spend, to invest in our younger generation. Okay. Our last question is from the next one. Thank you. Thank you. I have two simple questions. Just to follow the last question, why don't you increase the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university and you don't have to increase the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Because in the past 20 years, you haven't increased the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s that you don't lose the support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university? Thank you. The second questio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I will not repeat that. First, I hope you should change my mind. This is not a one-to-one, but it is a one-to-one. Of course, from a teacher and students' perspective, he will be interested in the eight major interest of school. But we are a longer-to-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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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 we are not saying that is a long-to-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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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 are鼓励 some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past 20 years, they are looking to do some of the classes for them. But we do not have a look for any specific schools, which is what kind of teachers, that is what kind of education, 才适合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大专教育的生态里面 已经有不同的学位的提供 我们有UGC的学校 我们有自知的院校 所以我提供一些资助 让这些中学的毕业生 能够按住他们自己的成绩 自己的兴趣 可以接受大学教育 参 multimedia 我们 вам completa影片 Radio 人